各位六麥神劍的族友,大家晚安 首先我來解釋一下為什麼我讓張清祥 張所長來進到我們的群組 第一個他很誠懇 直接把基本資料都給我了 那他也是一個很霸氣的人 那想必也是一個很有擔當的人 這個大疆呢,一下一擔 就幾乎是五百萬 如果不是一個很有擔當的人 應該是不至於這麼的霸氣 就是一下去我就要訂你了 當然我是不贊成這麼做啦 當然我不知道清祥兄的資金到底有多少 但假設,我說假設 假設是就這麼一單下去就沒了 那倒是顯得比較危險 因為沒有分散風險 那如果後續還有資金,那就另當別論 那我是很怕說是因為受到我的激勵 所以就去買大疆 那假設是受到我的激勵而去買大疆呢 我必須讓清祥兄進到群組來 知道我的這個理論 整個思想體系的全貌 儘管我大科也不必這麼做 我大概可以完全不理會任何人 那我自己就做自己的事情 這樣也不用擔太多責任 但是我的個性上就是 就像當初小秋直接把資本資料 把基本資料 打結了 把基本資料都交給我 那非常誠懇 那我也就交了這個朋友 那今天先來看幾個畫面 首先來看這個歷經 因為這個歷經關係到我當初 跟我的理論全貌 是有一些 有一些東西可以講 這電腦怎麼怪呢 好 那麼 先來個 鏡像輸出 好 先看歷經好了 這個歷經呢 好 我事先把它存在這邊 來 歷經可以看到 放大 放大一下 還橫的比較大 好 這個歷經看到這邊 2017年開始配股票 好 那麼這個2017年呢 配1塊錢現金跟0.3塊的股票 然後2018年1.7塊現金跟0.5塊股票 到2019年 今年 配了0.5元現金跟3塊錢的股票 光是這三次的配息 我從2012年一直買到2017 本來想說 本來想說 就是要享受它 只要配1塊錢就夠了 只要配1塊錢 就足以一億平天下 那沒想到 第一年就配了1.3 其中0.3塊錢是這個股票 這個威力非常大 然後 第二年配0.5元的股票 這個威力也非常大 然後現金高達1.7元 這個原始進場點呢 我在2012年到2017年之間 就像現在在買任何一檔股票一樣 我每天都祈禱它不要漲 不要漲 五年的時間 我跟那個未上市的這些盤商 都混得很熟 因為我經常就打電話問他們行情 那在這五年的過程當中 一開始 我老婆是相當反對 說這個未上市的你去理他幹嘛 那我是 精算過 我想說他這個三座12寸晶圓廠 再怎麼樣 你就算打折來賣 你要建一座新的晶圓廠 動折的話 三千億左右 那三座 12寸已經折舊完畢的晶圓廠 那個是相當有價值啊 那個 怎麼算我都覺得是划算的 這個在我們群組的記事本裡面 我有做過詳細的解說 那所以在2012年我開始起心動念 要做荔精的時候 我每天都睡不著 我每天 三更半夜起來 坐在那邊 燒燒頭抓抓耳朵 完全睡不著 沒有買我真的睡不著 那我老婆很反對說 這個未上市的我們何必躺這一趟渾水 那我就跟他講說 這個 與其我 每天這邊算 然後都沒有動作 我睡不著 不如讓我試試吧 你都不要管 然後其實從頭到尾 他也都沒有管 從我 20年前開始做股票到現在 其實我也不喜歡 不喜歡人家來管 他也配合得很好 幾乎都不管 但是畢竟我是三更半夜 不睡覺 在那邊研究 然後我實在是 不買不行 我覺得勝算非常大 那 當時當然有所取捨 你必須放棄一些 既有的配息 然後賣出一些股票 然後挪到歷經來 有長達五年的時間 2012到2017年 這五年時間 沒有配息可以領 想不到在這個地方 2017年 這個一配息 配一塊錢 現金0.3股票 那個時候 立刻一役平天下 就在那一刻 又圓夢了 又圓夢一次 當然這次圓夢 不是去買一些 一些什麼 車子啊房子啊 不是 這次的圓夢 是去買 上市櫃的公司 去買覺得想要的公司 不是去買奢侈品 啊 之後一直到 2019年 這個配三塊錢 等同於說把 那個 整個成本 全部都拿回來 這個是歷經的部分 所以我買股票的買法 我在買股票的買法呢 是沒有買 會睡不著 就像最近在買大江一樣 好 來 我們來看大江 好 這個大江呢 來 看一下 這個 好 現在可以看到 我事先把它放在 手機裡 然後 鏡射到螢幕上 這樣我比較好控制 來我們看獲利的 這個應該是 整個 網路世界 整個網路上 應該是我首創的 或者 因為至少也沒聽有任何人在談這件事情 談什麼事情 談這個 獲利絕對值 好 這獲利絕對值很少 人在講 而且分析師也都不會講這個 我們看他有多恐怖的成長 0.62億 6千多萬 9千萬 1億3 1億4 1億5 2億4 5億 7億 17億 然後上半年 12億 上半年 天啊 這個在2019年 2019 看這裡 2019年 第二季 到第二季為止 稅後淨率 12.5億 這是什麼恐怖的成長啊 這個位置 從7億 直接增加10億 那你覺得沒有市場嗎 他 仔細研究大江的那個 Facebook的網頁 然後把林詠祥董事長的 所有的影片 把它看完 這發現 這個成長 你看這個ROE 這有多恐怖 這邊這個成長啊 從 從幾千萬 然後到 一直爆發成長 翻倍成長 到這邊 突然變17億 那個不會是 彈花一現啦 那應該是說 從我看他們的影片 在這邊的時候 他根本沒有工廠 那沒有工廠 他就去 他們當時是做設計配方 然後請別人 生產 然後 拿了很多專利 在不斷的用生物挖礦 去 把專利拿下來 在全世界各地註冊專利 然後再慢慢蓋出自己的工廠 當你有自己的工廠之後 其實他可以做品牌 但是他沒有做 這個路應該是走得非常正確 等一下來看葡萄王 就知道為什麼了 這邊一路上來到這裡 你工廠已經慢慢一座兩座三座蓋好了之後 就羽翼成形了嘛 你羽毛長齊了 這邊開始爆發成長 你看17億 這個假設乘以2 就是25億左右 最近的股價跌得慘了 紛紛擾擾 大家都猜測是說 是什麼大股東 在坑殺小散戶什麼的 我這個東西看多了 真真假假看多了 但是至少這個東西騙不了人 這個 這個稅後盡力 你說他是 彈花一現 不可能 因為本來這個市場需求就存在 只是沒有工廠去應付這個需求 沒有產能去應付這個需求 現在這個需求果真跑出來了 那這個林董所說的每年成長三層 今年狀況特殊 今年在這個 中美貿易戰爭 一波又一波的狀況之下 然後再加上這個中國大陸 打壓直銷的雙重打擊之下 還能維持這樣 那如果這些事情都過去了呢 然後印尼 俄羅斯 北美市場 全部開發出來 這個旗子如此啊 我算過 當然我們很會做夢啊 這個數字可能會到500億 將來 所以我說我沒有買會睡不著 那我買股票呢 我不喜歡這樣一路追上去 他讓我這樣疊下來買買買買買 我還比較喜歡 啊你 這其實道理一樣啊 你在低點買 在高點被迫最後加碼 跟你高點買 在低點慢慢接 到底不是一樣嗎 你買的量最後還是差不多啦 重點是公司到底會不會倒啦 我認為不會啦 那之前的影片解說過太多了 紅海從300跌到50 發生什麼事嗎 什麼事都沒發生 繼續爆發成長 這個我一直認為說 它雨翼已經形成 這個已經氣候已成 好 我覺得 反正我就是要買 啊 那 往下一直買 有人覺得說 你是瘋了嗎 我本來就是這樣買的啊 當初買力金的時候啊 那個從 突破10元之後 我一路還追買到18元啦 那你10塊錢以下買了一大堆了 啊 早該滿意了吧 沒有不滿意 18元跟10元啊 光是突破10元一路再追到18元 這價差高達8塊錢啊 啊 這個10塊到18相當於 100到180啊 啊 這個等比例計算 所以我的這個range呢 非常大 不要覺得驚訝 本來就是這樣做的 你建立一個事業 啊 就像那個朱薇竹這個前輩說的 你在買股票一直買買買買買買買 買的過程 如果你本來的設定假設是1000萬 那你在買滿1000萬之前 你都是希望它趕快跌趕快跌跌給你買 好 我 我先有一個防它漲上去的措施 然後 跌下來 再 你既然跌下來我就不用防漲了 好 好 好